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大师的圈套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大家好 我是一诚 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刚刚您听到的那段对话来自我们的记者和一位所谓的金融大师 按照他的说法 自己十分的神通广大 人们理财资金的涨跌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他想让谁赢就赢 想让谁亏就亏 那么这看似神通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什么才是他真正的面目呢 家住深圳的杨小美是一名全职宝妈 平时在照料孩子之余 偶尔会在网上炒股理财 去年十月份的一天 他被朋友拉进了一个名叫 不惠国际的投资理财微信群聊里面 群里面的人很多 好像有上百个吧 我看到里面有一些金融导师在教别人怎么炒货币 群里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 显得十分热闹 每天群里的自称为国内顶级炒货币分析师 会给大家量身定制理财方案 而群友们的投资热情高涨 纷纷表示会按照金融导师给出的方案投资 他们都投了钱 我看过去他们好多人都赚到了 几乎是三倍的赚 比如一天可以赚九百多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赚到的钱的截图 发到了群里面 一张张赚到钱的截图 在微信群里不断地刷屏 那些红彤彤的盈利数字 看的人十分心动 不过形势谨慎的杨小美 一开始并没有头脑冲动 我一开始并没有投 我就是在群里面观望了有半个多月 而且我还加了群里一个来自江西的人 他在群里面再过赚钱的微信截图 我就加了一下他的微信 之下也跟他聊了 问他是不是真的在这里投资 可以赚到钱 对方告诉杨小美 自己跟着金融导师学习投资理财 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真的赚了不少 这个平台很可靠 于是杨小美便放心地扫描了 金融导师发来的二维码 下载了服务会国际这个APP 我一开始投了一千块 就赚了八百多 后来我又投了几次 每次都赚了 微信群内理财大师云集 声称轻松带你投资赚钱 他们都投了钱 我看过去他们好多人都赚到了 几乎是三费的赚 比如一天可以赚九百多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赚在了 一人的监督发到了 长爹就在一念之间 理财大师自罢魅目 这六十的话呢 他也赚了钱 也赚了有几十万块钱 在他的那个投资盘里面 有八九十万 但是最后他想提现的时候 发现这个账户 就以各自标识收出的手续费 相关出现的错误会冻结了 所以要再交一笔钱 才让他提现 金融大师的圈套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峰精品 中华高峰专家 办您健康扮演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请 北本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不仅可以轻松赚钱 每次还可以成功提现 经过亲身经历几次以后 杨小美十分放心地 接连追加资金 总金额达到65万元之多 那么这回 他是赚 是赔呢 这60多块呢 他也赚了钱 也赚了有几十万块钱 在他的那个 投资盘里面有 八九十万 但最后 他想提现的时候 发现这个账户 就以各种要收什么手续费 相关出现的错误 被冻结了 所以要再交一笔钱 才让他提现 当即杨小美就向深圳警方 报了案 而警方经调查发现 这是一起利用 虚假投资理财平台操作的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根据资金流流向 查到了我们 有一个修水的账户 也就是说 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跟修水有关 在接到深圳警方的转警之后 修水警方十分重视 立即展开了调查 办案民警就在修水县城 依居民小区里发现了异常 一群年轻人经常很晚 还在小区里活动 大部分都是晚上比较多 早上是不上班的 我们发现是 它是一般下午开始 陆陆续续就有人上班 然后几乎晚上都在上班 而通过深圳警方 提供的可疑银行账号 修水警方很快锁定了一名 修水级犯罪嫌疑人夏某 而夏某正是出现在小区里的 可疑年轻人之一 去年12月8号 见抓捕时机成熟 警方果断出击 将夏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 有一派人还在电脑上操作 有些人用手机在 反正都在用手机 还在这个拉客户 有些就是在后台控制数据 玩电脑的就在后台控制数据 这八个犯罪嫌疑人 年纪都在25岁左右 全部来自修水本地 他们属于这个诈骗团伙的 平台技术组 客服组和推广组 从他们那里 办案人员查扣电脑十台 作案手机65 缴获800多张银行卡 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今年3月份 办案人员又乘胜追击 赶赴河南平顶山 和浙江温州等地 将提供银行卡和微信账号的 另外8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归案 至此 这起特大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全面告破 那么在全国范围内 这伙年纪轻轻的犯罪嫌疑人 究竟是如何实施诈骗的 微信群里面所谓的金融大师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里面有那些金融大鳄呀 导师呀 各个级别的这种老师不同的 还有甚至有些专家 博士什么的都在里面 他每天都会给这些学员上课 你自己懂金融吗 不懂 不懂金融吗 我懂他 今年23岁的陈军 就是修水本地人 原本从事物流搬货工作 不过在网络上 他将自己包装成了 可以点时成金的金融大事 2019年下半年 一个朋友神神秘秘地 告诉他一条致富之道 正常的很发小 他们有提到 做这个完全比较快 现在就是我们在那里面 电信人签上电脑嘛 我就想我来做点快钱 这条所谓的快速致富之道 就是利用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陈军说 朋友给了他一个名叫 福贵国际的虚假投资平台 他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去搭建这个平台 分这个推广组 技术组和卡商组 他技术组是专门搞技术人员 他们是把这个平台分发下去的 是操控这个整个盘的人 他会给 就是说下面所需要平台 需要去诈骗的人 实施诈骗 利用从不法分子那里 买来的微信账号 陈军就把他们全部 变成自己的小号 有的冒充普通客户 有的冒充金融导师 和货币分析师等专业人士 他们有一套专门的剧本 就像我们拍电影一样 你要做的就是什么 按照剧本上面来 一套一套的就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发到这个群里面 就每天这样复制粘贴 微信群内理财大师云集 声称轻松带你投资赚钱 他们都投了钱 我看过去 他们好多人都赚到了 几乎是翻这个圈 比如一天可以赚900多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 赚在了钱的钱 发到了去 掌跌就在一面之间 理财大师自罢魅目 这60多的话呢 他也赚了钱 也赚了有几十万块钱 在他的那个投资盘里面 有八九十万 但是最后 他想提现的时候 发现这个账户 就以各个标识 收集的手续费 相关出现的错误 会冻结了 所以再交一笔钱 才让他提现 金融大师的圈套 北方警示 马上播出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通常在一个微信群里 成员少则几十人 多则上百号人 而这些人当中 真正的受害者 只有一到两个 其余则全部都是 有犯罪嫌疑人 一个或者几个人 分事的决策 也就是说 看似热闹非凡 人气旺盛的微信群 实际上 很可能 群里面除了你 其他的都是骗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 会让那些 不明就里的受害人 心甘情愿地 往平台里投钱 只要受害人卖出了 投点小钱 试一试的这一步 就真正成为了 犯罪嫌疑人 手里待宰的羔羊 而为了让受害人入套 通常一开始 受害人往往都能够盈利 我们刚开始会放水 让他们在那边 我们调了赚 然后他就会 没有犯罪嫌疑 这些诈骗分子 也抓住了受害人的一些心理 想要以小博大 前期让他们投入资金 也让他们先赚一点钱 放松他们的警惕 等他们资金投大之后 再一次性把他们的钱吃掉 的确 深圳的受害人 杨潇美就发现 当自己每一次 加大资金投入的时候 就一定会亏损 事实上 不管是涨还是跌 这都掌握在 反对嫌疑人的鼓掌之间 就在杨潇美准备放弃离场时 犯罪嫌疑人又通过后台数据调整 让他逐渐账面又出现盈利 以此继续引诱受害人投资 但最终所谓的盈利只是账面数额 并不能实际取出 他完全今天是心情好就让美元涨 他心情不好他就让欧元跌 完全随他一个心情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上当受骗吗 除了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 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平台之外 陈军还自爆 只要在中国证年会官网 无法查询到的机构或者职业人员 都不正规 充满风险 比如说我们正规的资件应该 他一手比如说有认证 我们这种是没有认证的 就看这一点 利用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 实施诈骗 这是目前十分高发的 一种电信网络诈骗方式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投资者 在选择投资渠道的时候 应该选择正规的投资平台 不要随意进入所谓的股票群 投资群 同时不要有一夜暴富的幻想 因为高回报高收益 也许就是骗子们为诱你入局的诱饵 更多精彩资讯 请下载北斗荣媒客户端